今天是4月6號星期四 那也是第二季的第一個交易日 還是先祝福大家在本週都能夠 操作順利大賺 雖然說本週只有兩個交易日 但是這兩天非常的重要 畢竟說這是第二季的 前兩個交易日 所以說一些佈局 所以說一些布局 那些持股的轉換 其實在這兩天 他會決定說接下來 整體的績效怎麼樣 好 那其實 在廉價期間美股的表現大概是 漲跌互見 在昨天晚上的美股 跌幅是稍微的比較重一點點 但其實整體格局都還是非常的健康 就是說他都還是在高檔 高檔呈現強勢整理 好 那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其實 在第二季 會有三個利多 三個最大的利基點 就是以台股來講 這三大利基點 其實昨天 就可以證明 因為大家去看 昨天美股的下跌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昨天美股是他植物長什麼樣子 來 你去看 這裡 這是Nasduck 昨天小幅度的震盪 跌幅可能說稍微的比較重一點 但是整體格局都還是強勢 包含像是費半也是 費半昨天也是往下回跌 但是整體來講 你去看 我們先看大方向 以大方向來講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美股要去看200日的移動平均線 200日移動平均線 就是黃色這一條 持續守在這上面 納斯大克也是 道琼也是 S&P500也是 好 那我們再來去看費半 以費半來講 短線上 昨天跌幅是比較重 那為什麼昨天跌幅會比較重 其實就在昨天的ADP 小肥農就業數據 那昨天的小肥農就業數據出來 是大幅度的低於市場預期 那代表什麼 小肥農大幅度的低於市場預期 也代表說市場預期 也代表說目前的就業情況 景氣的狀況並不好 那這是不是就符合我們在上禮拜 一直告訴大家的 在第二季最大最大的利多 不論說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最大最大的利多 就是降息的預期行李 好 那你去想 在什麼情況 市場會預期到 聯準會在下半年會降息 當然就是經濟不好 就是說如果說經濟非常非常的好 聯準會幹嘛去降息 聯準會不會去降息 但是如果說經濟狀況很爛 那經濟數據也不好 聯準會它就有非常高的機率 下半年會去做降息 所以我可以這樣告訴大家 昨天飛沉半導體的下跌 這是好事 昨天小飛農就業數據 它低於市場預期 這也是大利多 因為這兩件事 它都會造成說市場 對於下半年降息的預期行李 一直的往上提升 那就像我們講的 只要說市場上對於下半年的 降息預期行李足夠強的話 在第二季的行情絕對不會到太差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台股 你去看 就像我一直告訴大家 加權指數長這個樣子 那加權指數在第二季 基本上就是 最重要的兩大利多 降息的預期行李 加上景氣落敵的提前反應 其實光是這兩件事 台股在第二季註定就不會到太差 那我們也可以這麼說 台股在第二季會持續 守穩在年限之上 就240日的移動平均線 那指數持續守穩在年限之上 就代表是一個普遍定義的 多頭行情嘛 那在普遍定義的多頭行情上面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所謂的空頭跟多頭 它的差別不在於說指數的漲跌 而是在於整個市場的認同度 跟市場的效率 那只要說指數持續守穩在年限之上 這就是一個普遍定義的多頭 既然是多頭 它就是效率市場 那在一個效率市場裡面 只要說股價夠便宜 它是被低估的 它就一定會漲回到它應有的價格 也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只要說在效率市場裡面 產業加數字就會變得非常的好賺 所以再強調一次 第二季最大最大的利多 就在於市場會有下半年的降息預期行李 尤其是你去看昨天的ADP 昨天的ADP公布 就小菲農 小菲農公布出來 數據這麼爛 這是好事 大家一定要知道這是好事 因為所有的經濟數據越差 就代表說 在下半年景氣衰退 經濟下滑的機率會越高 景氣下滑的機率越高 也代表說市場 對於下半年的降息預期行李 會越強 只要說有這樣子的預期行李 股市就不會到太差 尤其是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下半年到底會不會真的降息 不重要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只要現在市場有這個想法 股市就會漲 這不就好了嗎 這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在第二季到目前為止 還是符合我們的預期 就是整體格局都是強勢 對於說很多大趨勢的股票 在第二季都會非常的好 所以在整個第二季有哪些 值得去留意的潛力股 在我的Light裡面都有 記得先拿起手機 打開手機的相機 打開手機的相機 直接掃描這個QR Code 直接掃描這個QR Code 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好友 裡面會分享屬於第二季 全新的標股 昨天晚上我已經有發佈一篇文章 是針對第二季強勢的產業下去進行分析 直接掃描這個QR Code可以加入 或者是蘇拉ID小老鼠 W1178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好友 所以我簡單講一下 既然說大盤沒有問題 大盤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做個結論 加權指數在第二季 講個最簡單的大邏輯的話 最簡單的概念就是說 台股在第二季 基本上是不可能會跌破年限 既然會不可能跌破年限 這就是多頭 既然是多頭 產業加數字我們就是輕鬆賺 好那我們拉回到個股的話 以個股來講其實最重要還是AI AI相關的包含說AI的伺服器 還有說聊天機器人這些 只要是跟AI相關的產業 拉回來都會是一個買點 尤其是說在這幾天 每股跌幅比較重的產業 是落在一些AI相關的產業 那拉回來這些全部都會是機會 你去想嘛 AI這個東西一定是全年趨勢 既然是全年趨勢 短線上的拉回來 我們如果說以全年的角度去看 這不就是買點 所以AI是一塊 再來包含像是 一些資訊安全也是 因為說AI的普及率越來越高 資訊安全這一塊就會越來越重要 就像大家常常講的嘛 就是國家安全就等於是資訊安全 所以這個東西資安相關 包含像是01 資通 林群 貝利這些 這些都會跟著AI一起向上去發酵 這是整個大趨勢 那還有像是說在第一季 比較疲弱的像是板卡 像是APF載板 這些在第二季也會補漲 就是說有一些庫存比較高 那在第一季幾乎沒有什麼 表現的消費性電子 這些在第二季 它都有機會持續往上補漲 所以大家要知道說 好既然說第二季整體的行情 大格局是沒有問題 我們只要說掌握一間公司 它合理的價格 其實真的就是輕鬆賺 因為在一個效率市場裡面 只要說這檔股票它被低估 它夠便宜市場就一定會買單 真的不誇張喔 其實你去看第一季 我們去回顧第一季 以第一季來講 當然說漲幅超過 10 50%的個股非常非常的多 我就不去一一舉例 但是其實最能夠代表專業度的 絕對是在跌停當天 告訴你說這個點位可以去買進 這才是真專業 好那你去看 其實為什麼 我常常喜歡拿說 當天跌停的股票 來告訴大家說 這一檔股票這個價位可以去買進 因為其實跌停的股票 它才會醞釀出真正最好的買點 好你去看 像是6643的M31 6643的M31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在 這也是我們第一季 代表座之一 2月22號星期三 當天是一根跌停板跌下來 那我也是公開告訴大家 在我們的節目上 公開寫出來 這個位置是一個買點 為什麼我敢在當天是跌停 直接跳空下跌 這麼醜的線型 我敢告訴你 這個位置是買點 好那你這樣回過頭來看 一直到3月31號 是不是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最漂亮的買點 一直到上禮拜的最後一天 第一季的最後一天還在創高 666元 連收盤價都這麼漂亮 你這樣回過頭來看 在當下你去看 跌停你不會覺得這是買點 但是回過頭來看 這裡就是一個絕佳的買點 540元到666元 漲幅租租超過了20% 那你說 為什麼我會知道 當天這是一個買點 耗的也是產業加數字 記不記得當天 M31跌停 我告訴大家是什麼 當天為什麼會跌停 當天就是因為 M31公佈了元月的營收 它是虧損 虧損導致說市場上出現一些 失望性的賣壓 導致出現跌停板 當時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就告訴大家一句話 IP系之財相關的股票 去看單月的營收 是一件很好笑的事 IP系之財的權利金 授權金 都是用任列的方式入帳 去看元月的營收 這叫做不懂IP 所以 既然說當天有這種 有點算是誤殺的賣壓 這就會是一個買點 好 那你去看 2月22號 當天為什麼我會知道說 650元到700元以下 這會是一個絕佳的買點 當天還有寫出650到700 一樣是透過產業加數字 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M31它是細製裁 細製裁這個東西 它最合理的本益比 至少是30倍起跳 所以就給它30倍 透過數字我會知道 M31在今年要賺 20到22元以上 好 那你去想 30倍的本益比 是一個最基本的本益比 好 那在今年要賺20到22 那我們用30倍的本益比 搭配上20到 我們就搭配20元的EPS就好 那它一個最合理的建議售價 不就是600元嗎 是不是 30倍的本益比 搭配上最低的EPS 20元 20元 30倍的本益比 那它一個合理的建議售價 就是600 那當你知道 M31的合理建議售價是 600元以上 跌到540元 要去做什麼動作 答案不就出來了嗎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你說在一個效率市場裡面 只要你說了解一間公司 它的合理建議售價 不論說當天發生什麼 突發性的狀況 它的基礎線圖怎麼走 其實你只要光是看報價 你就會知道 現在我要去做什麼動作 這個邏輯就很簡單 你說好 6643的M31它要 合理的建議售價是600塊 當你知道600元這個數字 當它跌到540元 要去做什麼動作 不就很簡單 你說600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就是產業加數字 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30倍的本益比 透過數字我會知道 今年至少要賺20塊 搭配起來不就是600塊 所以相關的操作邏輯 你在我的Light裡面都會有 小老鼠Wi178 我會告訴你說 因為說 在股票市場裡面 這也是我一直強調的 每一間你說什麼是股票 其實股票它就是代表的一間公司 那既然說每一檔股票 它都是代表的一間公司 就代表說每一間公司 一定有它一個合理的價格 那只要說抓出這個合理價格 買賣股票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在整個第二季 總之就是它會維持在一個 多頭格局裡面 維持在多頭格局裡面 喊業加數字就是輕鬆的賺 所以包含像是 你去看 這種跌停的股票 都是可以說很明顯的知道說 這個價位我們該去做什麼動作 2月22號當時也是這樣 當天也是跌停 跌停告訴大家可以去買 一直到3月31有沒有 隨便買漲幅都是超過了50%以上 這些都是掌握 一間公司合理建議售價 所出來的結果 所以把握今天跟明天 就是第二季的起跑點 把握這兩天去做一些持股的轉換 跟提前去布局一些 相對有潛力的產業跟股票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打電話進來 廣告時間也記得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178 W178 我們先進這段廣告 好 現在台子期大概是跌了100點左右 等一下台股開盤 預計會先開低 開低也是預計大概是10點半到11點左右 會再走高 所以今天整體的行情 預計也是先開低 到了5盤再走高 我可以這樣告訴大家 這會是在第二季上半季的常態 就是說在第二季上半季 以指數來講 指數可能會呈現比較大區間的橫盤整理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你說在一個多頭行情裡面 指數永遠不會跌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說只要它保持在一個多頭的型態 多頭走勢上面 這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多頭行情 因為說在第二季的上半季 上半季因為說很多的電子業 它的庫存還沒有說完全的消化完畢 或者說還是有一些逆風 所以在上半季 可能還是會比較震盪走高 但是只要到了第二季的下半季 行情它一定會越來越好 所以其實整體格局 還是一樣呼應我們在年初所講的 年初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其實今年整體行情來講 如果說四個季度來劃分 第一季好賺 第二季很好賺 第三跟第四季會非常的好賺 那你去看第一季 雖然說第一季指數的漲點 不是說非常的大 但是個股的表現真的是百花齊放 真的不誇張 很多股票全部都補漲上來 第二季也是 第二季也是呈現區間震盪 到了說第二季的下半季 很多各國營收開出來之後 行情會更好 所以你去看 還是一樣 重點還是在這裡 在第二季 第二季總之年限不會破 也要破的機率很低 年限持續收穩在年限之上 這就是普遍地點的多頭 又加上 這是最重要的 降息的預期行李 今天你說 昨天的小飛農 就會開出來 蠻爛的 它就會加深說 對於下半年的降息的預期行李 如果說在這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正式的飛農 正式的飛農出來 如果說這個數據還是很爛 那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這是一個大利多 真的是大利多 因為只要說飛農就業數據不好 市場上對於整個降息的預期行李 一定會越來越強 只要說有這個預期行李 股票市場就不可能會到太差 所以你了解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說為什麼會 我會說 第二季最重要最重要的利基點 就是在於 對於說整個市場 對於下半年 連準會動向的預期行李 這就很重要 所以說既然說整體格局沒問題 產業加數字 我們就是掌握一間公司 它的合理建議售價 掌握這個合理建議售價 我們就是輕鬆賺 所以記得先加入我的Light 直接拿起手機 用手機掃描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會分享最新的標股 好 那你去看 像是8478的東哥遊艇也是 就像我在講的嘛 在跌停板的當天 要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是最能夠看出專業度的走勢 你去看 如果你說是說在當天說 一檔股票大漲 或是說技術性轉強 其實可能說看技術面 你都選得出來 但是如果說當天是去解一檔跌停板的股票 這就真的需要專業度嘛 那你去看 2月22號也是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買點 為什麼我會知道說 8478東哥遊艇 400元以下這是買點 當天還特別寫出來 跌破400 這就是買點 邏輯很簡單 我們一樣是透過產業加上數字 去告訴大家說 東哥遊艇它的合理建議售價 至少要到多少元以上 就像我們當時所講的 東哥遊艇這個東西 它是在做豪華遊艇 既然是豪華遊艇 這就是接近獨佔 已經是寡佔偏向獨佔了 就像我一直強調的 當你看到獨佔跟寡佔這兩個字 我們的本益比就是先給15倍起跳 15倍起跳的本益比又搭配上 今年東哥遊艇的預估EPS要賺26到28 所以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東哥它是屬於寡佔 寡佔給的本益比就是15倍以上 所以我們就抓15倍 透過數字我會知道 今年要賺26到28 那26到28的EPS 再搭配上15倍的本益比 不就是380到400元 所以你有了這個數字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說 東哥遊艇它的合理建議售價 是380到400元 那既然是380到400元 你去看 當你清楚知道380到400元 是東哥有你合理建議售價 當它跌到364.5 要去做什麼動作 不就很清楚嗎 是不是 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當你知道它至少要過400元 跌到364 你當然會知道要去做什麼動作 所以你看一路這樣漲上來 只要你在400元以下買進 一直到第一季的季底 3月31號 通通都是賺錢 你隨便賣 至少漲幅都是超過了40%起跳 只要說你在400元以下買 一直放到3月31 你隨便賣漲幅都是40% 4763的材料也是 你去看 4763的材料 這也是非常的標準 3月14號跌了7% 跌下來跌破300元 我也是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在這個位置我們要去等買點 300元以下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說 材料跌破300元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買點 邏輯很簡單 因為材料它是寡讚 給個15倍本益比 那又加上材料在今年全年的EPS 預估要賺30元左右 30元左右給個15倍本益比 不到300元 能看嗎 這是完全不合理的 不到300元 本益比不到10倍 他最真實的本益比不到10倍 那因為說他是寡讚 合理的本益比至少15倍起跳 就代表他至少是打了7折左右 所以你看 這裡跌破300元也是告訴大家 便宜等買點 為什麼在當天跌了7% 現行這麼醜 要去做頭部 我會這樣告訴大家 因為透過產業跟數字 我會知道 跌破300元 他幾乎是打了7折 有沒有 一直到3月31 第一季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最高來到350元 300元一價買 也是輕鬆賺 隨便賣 漲幅都是超過了15% 接近20% 所以在第二季 最大的利益點就在於說 指數基本是不可能會跌破碾線 這就是普遍定義的多頭 在多頭裡面 只要掌握一間公司 合理的建議售價 真的就是輕鬆賺 那第二季跟第一季 有一點會有比較大的差別 就在於說消費性電子的產業 包含像是ABF宅板 新興景碩南電 這種股票都是因為他有庫存的問題 所以在第一季 走勢很疲弱 但到了第二季 庫存即將消化完畢 他就有機會補漲 這一塊是需要特別下去做留意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在今天跟明天 我們會針對 持續針對第二季 整季的便宜黑馬股 便宜標股下去進行佈局 歡迎利用盤鐘的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的Lighter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